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刚刚有听他说话很正常的一个小伙子嘛 当时也很不成熟 昨天还说自己不想那么快结婚 说自己心智不成 今天就说想通了想要结婚 你不相信他 我当然相信他 我只是希望他能够想清楚 那做给他一些时间吧 好了 颜浩 不说这些了 咱们继续 我可以继续瞒着你妈妈 假装地追求你 但是迟早也是会穿帮的 难拖一站的就是一站的 我是一直都喜欢你 如果你愿意的话 对不起 当然我已经买过了 我先搏 喂 兄弟 一个月拿下他肯定没问题 到时候别忘了我们的赌注 林清洁他妈妈果然没有骗我 开这么大一家公司 要是拿下他 我们家的产业 岂不是可以起死为生 你好 你们老板办公室在几楼 嗯 没有预约 不能上去 有 太经验了 你怎么来我公司了 哦 那个 你妈妈告诉我的地址 说为了方便接触 让我来你公司面试 说你身边需要一个 有经验的秘书 我今天不是需要秘书 你回去吧 那我怎么跟你妈妈说呀 老板 你看一家又晚上了 可是人人一家真的很幸福哎 哈哈我想多看一会 老板娘说的也没错 我推荐是当自己的一辈子的事情 你应该好好想一想 哎呀你俩不躲啊 躲开一点你别吵我 我真是 老板娘 请给我出发麻烦好 说话的眼睛 干嘛呀看着我说话 你说的没有错 我确实应该好好想一想 你给我一个月的时间 我想清楚再找你 总是让我为你照顾 我愿意的 姓杰 没什么事你先回去吧 不用跟你 好你早点休息 明天我会准备上班呢 完成第一步 然后跟朋友打赌 要一个月回到 发现姓杰的公司规模之后 想要真心的拿下塔 帮助自己家族的事业 于是开始了计划 星哥 你怎么来这么早 习惯早到了些 人事还没那么早到 你先在这等会儿等会儿 吃早餐了吗 办公室有咖啡 只有咖啡怎么行 早餐一定是要吃的 我给你打包了一份 不用 你做好你分内的事就行 这是我妈做的 说要给到你 我妈说啊 是学的你妈妈的手艺 你不吃我不好交差的 仅此一次 还有 有没有必要拿我妈来威胁 我看你能搞了多久 厉害是 我没交给你们呀 如果不是 我没交给你了 不是说要做你的秘书吗 星总的秘书一直留了一个废物 叫李依是吧 别跑齐了 你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颜浩 你叫维维是吧 我之前有在贵公司的优秀名单上见过你 本人要比照片好看太多了 我设计的沙发曾经拿过国内金价 嗯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设计助理这个岗位啊 不太方便说 我个人隐私 不行的 这样过不了 为了 为了 一个女孩 嗯 我只见过她照片 知道她在这间公司 我就想来试试 嗯 一般来说 这样是过不了的 因为 不太稳定 我知道 但是 我见过本人之后 更解决我的想法 我给打开我 就让你 嗯 啊龙哥我这边 你都没什么问题 你看您在前板 结果通知我就行 现在还是叫小颜吗 明依起床了 哎呦这么早啊今天 昨天晚上麻辣套麦恒晚吧 还不起了 凌晨两三点吧 快起来 我给你带着早餐